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麻辣说 我是歌手舞 第四期今天播出了 很不幸 我最喜欢的杜丽莎 在这一集被淘汰掉了 怎么说呢 真的是很遗憾 真的就像是网上讲的一样 她是被淘汰掉了 其实她这一次 在第四期表现的不错 我们这个名次排到第四名 因为在上一期 她的分数比较低 她排在第七名 她就以些微的分数 百分比落后给章节 所以她在第二轮 这个两次场地合起来 她被淘汰掉了 真的很可惜 她是我这一次比赛中 目前为止 最喜欢的歌手 她是最让我感动的歌手 在演唱技巧方面 台风咬字音准 就是说还有她的表现方式 都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位 我不晓得听审团的看法是什么 不过就是很可惜她被淘汰掉了 不过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她的反场表演 如果她愿意 她还是愿意回来参加 图维赛的话 我们还是再一次看到她的风采 非常非常的期待 另外要提一位就是 小帅哥迪马西 这一次唱了中文歌曲 是张学友的邱逸农 哇 他跟张学友的唱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充分利用了属于他自己的特色 就是说其实这首歌 邱逸农 张学友已经表现到那个样子后 你真的很难再突破 呃就是他很呃我倒觉得他是很意外的 就是说他使用了他的另外一种方法 表现了属于他的特色 那其中的演唱技巧就真的不用再讲了 他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呃唱法 高音低音就算是海豚音 他都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他是一位非常呃全面的歌手 他可以唱很多种很多种的呃的音乐方面的表现 所以呃我觉得他得到第三名 我觉得我觉得是实质名归哈 他他他真的唱得很好 那另外就是林依莲 哦我喜欢林依莲 那从上一次我开始喜欢他 我这一期我还是继续喜欢他 啊张慧妹的这一首我最亲爱的 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张慧妹的一首歌 跟他一般呃他这算是比较有点不一样的歌曲 林依莲呢他唱出了属于他的唱法 他的声音真的让人听了以后真的会呃到心里面去 很好的表现我很喜欢 再来就是哇第一名的就是肖敬腾啊哈哇能弹能唱 而且唱得非常好 整个表现方面我觉得都是很完美的 所以他这一次呃 获得第一名也是实质名归 我觉得他这是他赢得的这一次 嗯啊表现非常的好 很可惜就是杜丽莎离开了哈这一期呢 我觉得几位歌手的表现都很好 都比呃前面一二三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好像越来越进入一个状态 所以我蛮期待第三轮的哈第三轮 据说有呃林志炫要进来了嗯这么多高手要怎么拼下去啊 继续期待吧我们看看第三轮会有呃什么新的表现呃有新的火花 好谢谢给我的收听